人故有一死,谁都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农村其实把生死也看得挺淡的,他们也常说,钱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辈子可以努力挣钱,但不要为了钱去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虽然如此,但农村非常注重人去世后的深厚事。这里面就有很多值得一说的习俗,今天就打算和大家探讨一下,在农村,老人病危从弥留之际到去世这个期间,亲人需要为其做的五件事,来看看你们都听过哪些吧。 穿上路衣,在农村很多老年人上了六七十岁就会给自己打寿财,七十五岁后甚至会提前准备寿衣,以免自己突然走了,后事办得不体面。 而所谓上路衣,其实就是兽衣,年纪大了很少外出,就不会有意外造成危险,大部分的老人年纪大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度过的,所以大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病逝。 年纪大了就像机器一样,身体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大部分人都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小病正常,可一旦大病,基本上扛不过去。 这时家人就会一直陪在身边,医院宣布时日不多,就会接回家照顾。 老人处在弥留之际,就是快断气时,需要给老人穿上提前准备好的兽衣,农村把这称为上路衣。 农村觉得人去世是要去下面,接受转世轮回,而去另一个世界,需要准备不一样的行头。 所以兽衣才被称为上路衣,言外之意,换上兽衣,送老人最后一程,希望对方一路走好。 上大椅,同样是弥留之际,发现老人快步行时,需要把老人抬坐在准备好的椅子上,这个过程叫上大椅。 这个习俗在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不过在我老家不太有这个习俗,都是等老人静静闭上眼睛,为其擦拭感觉身体,换上兽衣,装观。 送老,农村有个习俗,就是不能说老了。 要说年纪大了,因为在农村看来,老了这个词是死了的意思,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就很介意说老了这个词。 而在老人弥留之际时,不仅要做上面提到的穿上鹿衣,上大椅等事情,还需要及时把老人的直系亲属找来。 最好是亲人都在场,亲人们一起围在老人身边,给其送老,有的地方也叫送中。 这个过程,其实是让老人离世的没有遗憾。 他们看着这些晚辈出生,成长,恋爱,成家立业,见证他们的过往。 亲人们都在,让老人不要有记挂,安心离去,免得其放不下。 在农村看来,被离世之人挂念,会带给那个人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尽可能都再会好一些。 其次,这个过程,也是为了让活着的人少些遗憾,毕竟生离死别,是永别,是绝别,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 很多人都害怕没有见到亲人最后一面,会自责,会愧疚,所以尽可能让逝者安心离去。 不要有挂念,也让活着的人送老人最后一程,大家都无憾,无悔,以后才能好好地生活。 烧上路钱和下床草,上面提到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弥留之计,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三件事。 而老人度过弥留之计,厌气后,在我老家农村需要放鞭炮,有一种告诉村里人老人离世, 该来帮忙的来帮忙,来吊咽的吊咽的意思。 当然,放鞭炮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和仪式,还需要老人亲人做的事,给其烧上路钱和下床草,意思就是烧纸钱,也就是明币。 还有床铺草,烧纸钱这个大家可能都能理解,但烧床铺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和老姨辈们生活条件有关,大部分农村老人的床铺都是用稻草,卖草等垫起来的。 以前农村比较穷,很多人买不起软盒的床垫,只能在下面放上草,直接铺上床单,被套就睡。 这样床榻会软一些,睡起来会更舒服,而人去世后,人们要把垫在下面的床铺草烧掉,意思就是,人走了,把行李也烧给对方,让其在那边不至于没床铺睡。 放倒头蛋,人去世后,家里人会设置灵堂,为其办理后事。 有个细节是,不仅要点香油等,离世当天,还要放倒头蛋。 倒头蛋就是普通的鸡蛋,不过需要放两个。 我们知道,鸡蛋是很难直立的,放倒头蛋时,需要将其直立着放,让它自己倒下去,就像人离世,永远站不起来一样。 这也是一种暗喻,暗示逝者离开人世,去到自己该去的地方。 为何农村会有这些奇怪的仪式和习俗? 个人觉得原因是,农村觉得人去世了,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掉,需要通过这些仪式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应该安静地去他们该去的世界。 刘雅今年45岁了,由于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她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人供她读完了本科。 平日里,刘雅与母亲感情深厚,对母亲有较多依赖。 有次刘雅下班回家,发现母亲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之后,医生的一句话给了刘雅当头一棒。 刘雅母亲脑死亡一小时了,已经没办法抢救了。 母亲去世后,刘雅总感到自己没有尽心照顾。 如果自己照顾得更好一点的话,母亲就不会去世,因而心情烦躁,失眠,常常无故悲伤落泪。 丈夫见她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影响,去医院检查时,抑郁症重度。 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刘雅也担心对自己的孩子有不良影响,从而干扰到孩子的学业。 就在当地医院治疗,起初效果明显,后来效果不理想,经常口干口苦,体重增加,又担心药物副作用,影响身体健康。 心理医生说,这属于居丧反应,目前已经治疗四个多月。 居丧反应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但就诊率很低。 普遍认为,这属于正常反应,而引不起足够重视。 常常导致遗留在后遗症中,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会遗留到更年期,导致更年期症状加几个月里。 人都会拒绝接受事实,不肯证实真相,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否认。 悲伤是无法逃避的,人在失去的那一刻,就是会本能的悲伤,这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反应。 居丧反应一般分为五期。 休克否认期,常见于亲属意外死亡或突发疾病死亡的最初几个小时, 可能出现急性应急反应,表现为震惊,拒绝接受亲人去世的现实。 哀伤痛苦期,不管是不是急性发生的亲属死亡,大都经过这一时期,表现为悲伤哭泣,内疚责备期,反思自己或者他人对待死者的态度。 若是觉得自己在生前没有好好照顾死者,则表现为内疚,若是觉得他人未能尽到照顾之责,则表现为对他人的责备,甚至认为死亡是自己或其他人导致的。 抑郁麻木期,心里接受丧失亲人的事实,出现忧伤抑郁,缺乏愉快感,不愿意与人接触,麻木冷淡,回避社交,甚至出现失眠噩梦等。 恢复适应期,大过居丧期,重新适应亲人网固之后的生活,逐步进入常态。 亲人去世后应该怎么化解悲伤,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自我调整方法 接受亲人丧失的事实 举行祭奠告别或纪念仪式 给自己心灵愈合的时间理解接受亲人丧失 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强行约束自己的痛苦 完成哀悼过程 整理死者心愿并尽力待为完成 寻求亲友陪伴和帮助 必要时求助于专业心理医生 投入生活工作和学习,恢复社交活动 亲属支持方法 对于悲伤反应过于强烈者 亲属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多陪伴,注意观察其情绪和心理变化 给予必要的情感支持 认同和接纳其痛苦并促进宣泄 鼓励表达内心感受 及对死者的生前生活细节追忆 认真倾听 避免其出现内疚情绪和埋怨他人行为 予以分析解释和安慰 鼓励并陪伴其投入新的生活和工作 对于作为想去关心这些居丧者的人的朋友或家人来说 首先要记住 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知道这一点之后 才会有耐心和信心去帮助别人 其次 陪伴很重要 有的时候 可能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的出现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宽慰 在安慰别人的过程中 不常说 我知道你是什么感受 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痛苦都是很特殊的 可能他和逝者有很多特有的回忆 可能你并不了解他人此时此刻的感受 因此更好的说法是 我知道这件事很痛苦 很艰难 去认可他这种艰难的感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